爱玲摆住新人应注意哪几点 首先新人进到一个企业 要学会用主人的思维去做事 不要用过客的思维去做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在平常的时候 你比如说你出去到旅游景点去看 你会看到这好那不好 你会这样去说 但是在企业里去做事的时候 你不是这好那不好的问题 而是这个酒店就是你的 这个小风景点就是你的 你只要去想 我怎么样让它更完善 而不是说这个好 还是这个不好的问题 不要去支支点点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 我们很多新人 他老是入不了角色 经常说你们企业 然后或者这件事怎么回事 然后谁做错了 他经常会这样去指点江山 但是他不知道说 我应该怎么样去把这件事做好 老板我给你提的建议 一定是可行性的 然后包括可能和客户出现冲突的时候 我想我要如果是主人 我应该怎么样去对待它 所以首先我认为就是 我们逐步要过渡到主人心态 这个企业这个岗位就是你的 所有的事情 你要去把它去落实的 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很重要 第二个呢 我一直觉得就是 做事的这种防错心态 就是很多人到企业说 我要做业绩 但是大家不知道 这个企业发展 它首先是维持现状 才能发展 如果现在都没维持下去 它其实就没有机会去发展 所以很多时候老板就会说 你先把现在的事情做好 不要出错 但是咱们有很多学生 他就觉得 我不是在尝试新的事情吗 我不就犯一点点小错吗 你干嘛要那么在意呢 他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 可能我们的新人 是不是能够 很像一个职业人 就是能够防错的形态去做事 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 要接纳的心态 或者叫承受的心态 就是任何事情 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不要去推 比如说这不是我的 或者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应该的 不合理的 不公平的 不要去谈这些 你先去接受 因为它的这个企业 它在运作了这么长时间 它所形成的一种现象 一定有它自己的一个脉络在里面 不管它对和错 你先接受它 接受完了以后 再来看我们有没有更好的脉络 能替代它 如果没有 你就必须按照这个脉络去走 每一个企业 包括我们说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民族 它都有它自己特定的一种方式 那么这种方式也可能你看着不对 但人家生活了这么多年 人家活得很好 新人进到职场的时候 他特别容易看到问题本身 但是有的时候 我觉得他是看不见合理性 我觉得所有的事情 他可能没有完全的对和错 而是要去看他在什么情况下对 什么情况下是错的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 比如说公司的组织氛围 它可能不够好 那么不够好 也可能这种氛围 在现在这个管理的水平下 也可能成本最低 因为你不需要投入太大的精力 去激发氛围 其实去塑造一种氛围 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他花很多的精力 可能这时候领导的时间精力不够 那么他就维持这样一种状态 是这个阶段是合理的 但是你看就是它不好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 你看不懂 经常我觉得我们实际上 新人是看不懂 实际上任何事情 它都有正反两个面 你一定要学会 把这两个面都看明白了 但是我建议就是看不懂的时候 你最好是先别着急说 因为你这样一说的话 没带来什么好处 就是有的时候动摇军心 对吧 或者让领导觉得 你这个人是不是有别的想法 他这种产生很多误解 我觉得就没必要 所以我自己觉得 就是我们的学生 如果你在向真正的企业的人 职场的人上去想问题 这样的出发点可能会好一些 助人为乐能在职场中加分吗 职场中建立自己的位置 实际上是有方法的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 他其实都有自己的定位 那么这个定位呢 一个是职位给你的 一个是你自己要给自己的 所以我觉得帮助别人 实际上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大家都是很喜欢 帮助别人的人 所以有的时候会依赖 那么你得知道 人性中它有善的一面 可能还有一些不够善的一面 可能还会有这样的特点出现 所以我自己觉得 就是说你要去定位 你的承受力到底有多大 然后你的帮助人的范围 到底有多大 你给自己给一个定位 如果你觉得 我就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 那么别人来找你 那就是正常的 对吧 但如果你不是 你就别做成那个样子 对吧 否则让别人感觉到 你的实际的内在 可能和外表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 我们有很多人 就是有点把不住自己 就是说它投其所好 像我们去乐善好施 去给予别人一样 你有本事去给别人 你就给 给了你就不要心疼 对吧 今天我敢给你钱 我给了你我就不心疼 我别说好 我这心里流着血呢 我再去给人家乐善好施 然后还觉得自己特伟大 好多人都这样 就是帮助别人 不断地帮不断 但实际上自己那边是虚的 所以我觉得 你要看清你自己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社会 它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 社会需要一个真实的人 越真实其实是越好的 你说我不愿帮你们 不愿就不愿了 大家慢慢就接受你了 原则就是先发展你自己 把你自己的事做好 在你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束手去帮别人 在团队合作里面 什么叫好的团队合作的人 它第一个实际上 是你把你自己的事先做好了 叫忠于职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叫补台 就是在你忠于职守的前提下 你去补别人的缺 他需要你帮的 或者领导出了问题了 组织出了问题了 你继续补 但是如果你没有忠于职守 你帮了别人 实际上在团队合作里面 是有问题的 就看上去是好的 实际上是不好的 因为你自己的该做的事情 都没有做好 所以我觉得 不要去做超越了 你的承受力范围之外的事情 至少开始不要去做 没到那个份上的时候 先不着急去 逼迫自己去承受 不该承受的东西 人的整个的发展呢 两大方向 第一大方向呢 就是走向这个管理路 第二大方向呢 就是走向专业路 那么通向这个管理路呢 它有好多路径 打个比方 你做营销的 你可能通向管理了 最后叫营销管理 你做人力资源的 最后叫人力资源管理 然后客户服务呢 叫客户服务 最后都朝向那个方向去走了 所以每一个领域呢 它都有机会 通向那个管理方向 它也同时有机会 去通向那个专家方向 比如说营销的一个培训师 那它就是通向 一个专家的方向 那么在实验的技术上 最后总结出一些理论啊 方法啊 最后走这个方向 所以每一个专业呢 它未来这两条道路 都是可能的 第二个呢 就是方向 大家在选的时候 就会去考虑说 我的投入和产出的关系 比如说 我有可能能做人力资源 我也可能可以去做客户服务 我也可能是做营销 我也可能是在金融领域 做这些工作 我也可能是在IT行业 做这些工作 或者有人在制造业做 这时候才乱了 说我到底在哪里去 这个时候 实际上选方向的时候呢 你的这种投入和产出的关系 就会出现 也就是说 你适合干什么 另外 这条道上 它的回报是多少 你会发现不同的行业 回报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金融领域 它的工资待遇 就比可能有些制造业要好很多 你一旦不小心走错了领域 你就是费多大劲 有时候还拿不到那个钱 另外呢 你比如说 做营销的普遍挣钱 就会比你做人力资源的 要高很多 它就是这个道上特定的规则 那么这个里面就会说了 它道上有规则 那我适合在哪条道上走 那么对大家来讲 实际上其实在选的时候 就是说哪个领域 我又适合赚钱又多 其实是这样 比较困难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马上要看明白一个行业前景 好像挺困难的 但是你们想 很快看到一个职业前景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比如说 客户服务 大概一个月挣多少钱 你网上一查 你就是知道的 人力资源一个月挣多少钱 它专员挣多少 总监挣多少 网上是可以查到的 营销它一个月挣多少钱 你是能看见的 这些东西都简单 然后你去把它找到 再去看行业 有的地方能找到 专门的一个调查数据 它就会跟你讲 不同的行业 它的薪资在于有什么样的 这样的话 你用现实条件来做匹配 也就是说 我适合去干什么 那么你适合去干什么 这没两个点 第一个点 社会首先给你先画道了 不是你选的 你一学了这个专业 一出来 包括你有点经验了 社会直接就说了 你做个人力资源 你来做个人力资源 你想做营销没门 它自己就给你画道了 所以你也别想了 那时候你就得按照 游戏规则走 你想跳 能不能跳呢 也能跳 就在企业内部就容易跳 说我跟你老板熟 我跟你辛辛苦 干了五年了 你让我换工作行不行 这时候你是可以 有机会跟他谈条件的 否则很难 否则从头开始 对人家不接受 对吧 还有一个是潜力 你说今天 我已经干上营销了 但是我是不是去做专家 我要去做培训师 是不是会更好 这时候实际上是有点难 你的潜力够不够 这是才深圳的评估 这个评估告诉大家 那个测评软件 是评估不出来的 因为测评软件 只能评估你生存的一些愿望 但是它评估不出来 你真正的能力 在这块有没有潜力 比如说你的思维能力 比如说你的交往能力 它有些东西 它评估不出来 这时候就人评估 最好的评估 是你的直接上司 你的直接上司 跟你待时间长了 他自然就知道了 你这个小子还有潜力 你别说你干内外一件事情 干得还挺好的 因为你有实践的机会 你自己一试就知道 很多人都问我 我能不能以后成老板 告诉你们 谁都能成老板 老板只有好坏差异 没有谁能不能的问题 全都能 然后包括我能不能成专家 你都能 最后就是你选了 说我就走一条道 有的人说我脚踩两只船 都可以 只要你有精力 那么最重要就是说 我就说职业划分 它会有差别 而这职业里面 你是谁 这里面是最核心的 所以难点 我们做职业规划 其实非常非常难 就是我评估人 你要站得足够高 而且你要非常了解这个人 你才能去指引他 那么了解他 还不只是了解他现在 还得了解他的内在潜力 所以这个指引 我觉得是蛮难做的 但是我想有一个 还是叫原则 就是先把基础打好 前步路没走好 你就没有后一步 其实谁做的怎么样 我个人认为领导是看得见的 做领导的 其实你不坐在那个位上的时候 你以为别人看不见 但是你一坐在那个位上 就会发现 你下属在干什么 你实际上是清清楚楚的 所以我觉得 有的人因为他比较善于表现 所以领导他愿意 以奇怪的方式 去推动这种表现 比如说你特别兴奋 然后想在很短的一个小活里面 去展示自己 那么领导的特点就是 给你一个很短的刺激 表扬你 对吧 我表扬你 然后你不就高兴了吗 所以他会给你这样的 一个短的刺激 但是领导给机会 给什么人呢 真正给机会 给他值得信任的人 而这个信任的条件是时间 也就是说你呢 一年你都是这么干活的 而那个人呢 偶尔是这么干活 他给那人的表扬度 但是他会给你机会 那他给你机会呢 就不一样了 我给你提拔一个职位 我给你一个比较重要的项目 那这对这个人的提升 是非常好的 所以有的时候 在头三个月 头半年 其实有时候自己 你是看不见的 你不知道你的所有的努力 意味着什么 但是时间一长 你就会知道 实际上那些机会 全在你面前就出现了 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 这个世界蛮公平的 你付出了多少 其实他是会给你回报的 就是迟早的事 而且是大小的事 你是要个小回报呢 还是要个大回报 你如果要大回报 你就撑时间长一点 因为它是个精神 这个是最难的 但是说你要说要小回报 那你就要给个小奖金了 夸你两句了 我觉得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如何增强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 让心理上有承受力 一般我们就讲两种方法 一种是提升内力 一个是借助外力 提升内力 就是让你变得越来越坚强 那么实际上 你要有越来越本事 因为你越有本事的时候 你越自信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借力 让别人扶你一把 比如说让领导扶你一把 所以你得靠着领导一点 有的人 比如说让朋友支持自己一把 然后让自己觉得好像 我还有点价值 然后包括你的同事 然后建立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互助网络 所以我说觉得就是 你把这两个抓住吧 第一个咬着牙去成长 不管你多大压力 你告诉自己 这个关系你是必须过的 先去住 对 第二个呢 就是实在有点受不了的时候 就去借力气 去找力气 我自己当年下海的时候 因为当年当八年大学老师 然后去下海 下海呢就很不适应 然后我就有一个习惯 就去找我的支持网络 就是我很早就见我自己支持网络 我就找那个干事特别有劲儿的人 其实他可能不一定特别有能力 但是他总是充满活力 你知道吧 就那种状态 对 然后我就记得当年 我们有一个老师 那个老师 我只要一看见他 你知道我就来劲儿 我并不是说 我要跟他说什么 因为他永远在坚持 然后我难过的时候 我就跑他身边待会儿 或者跟他打个电话 我就干这件事情 就是借力 实际上 但是我确实咬着牙 我成长了两年 我就发现那个困难 已经对我不是问题了 这就是一个阶段问题 我觉得这是必经的 你也别想过去 你说我快快过去 过不去 这就是你的人生 你把它走实 然后你就蜕变了 好